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啦 欢迎回到ABT竹坛的YouTube频道啦 那首先呢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希望大家的这个2022年呢 会过得比去年更加精彩啦 而这个红军六浦呢 在2022年的这个第一场战役呢 就对上这个我们的这个 争冠对手切尔西啦 那究竟这场比赛呢 会有多少讨论点呢 不要走开啦 马上呢就进入本期的这个赛前看点啦 好啦感谢你呢点击进入本期的这个视频啦 那如果你喜欢接下来的内容的话呢 也不要忘记哦 按赞留言呢 并且分享给你身边 同样都是支持六浦球队的这些球迷朋友们啦 那目前呢 这个频道的这个目标呢 当然就是迈向800订阅数啦 那非常希望呢 能在可能1月之前吧 达到这个800订阅数的这个目标啦 所以呢要是如果你喜欢接下来的内容的话呢 你又还没有订阅这些观众朋友们呢 就可以移动一下你的这个鼠标啊 还有你的手指呢 就去订阅一下 按下这个红色这个订阅按钮啦 那如果想要看到一些幕后制作啊 或者比较生活化的这种内容的话呢 就可以去追踪我的这个IG啦 那所有的这个连结呢 都会在下方的这个资讯栏可以找到哦 所以呢 马上按下订阅按钮 还有这个追踪按钮啦 那我们现在呢 就进入本期的这个正题啦 那从这期的这个赛前看点开始呢 我们当然就不了这个交锋记录啦 毕竟呢 本赛季呢 红军呢 其实已经打完 19支这个银巢队伍啦 所以这个环节呢 我们将会改成呢 回顾上一次的这个碰面哦 那利物浦这里呢 上一次在这个银巢呢 对了切尔西啦 就在本赛季的这个第三轮比赛之中啦 主场呢 取得1比1的这个合局啦 那场比赛呢 我相信大家都还记得啦 也就是这个Ris James呢 在那场比赛呢 就因为这个龙门底线的这个琴球呢 打到了这个手啦 最终呢 是被红牌罚下了 而当时呢 其实是有很多争议性哦 但是最后呢 大家看了这个规则之后啦 其实也能理解 为什么Ris James呢 在这里呢 是拿下这个红牌啦 那下半场呢 这个切尔西呢 是凭借着自己这个金轮的 这个防守几率呢 最终呢 只能把这个比分呢 维持在1比1哦 红军这里呢 很遗憾的啦 没有办法取得第二颗进球啦 而那场比赛呢 最终我们只拿到了这个1分啦 不过呢 这一次的这个碰头呢 对我来讲 我觉得呢 就有一点有趣啦 因为毕竟呢 六普和切尔西呢 现在都可以说是 伤兵累累啦 而且不少球员呢 是感染上了这个 新冠病毒哦 所以我认为呢 这两队的这个火力呢 在这一场比赛啦 都会显得比较弱一些啦 不过呢 本场比赛 其实对两队来说呢 都是非常重要啦 因为呢 想要留在这个 真冠之路呢 与这个曼城去对抗呢 就要看一下 本场比赛的这个层级啦 那进入我个人的 这个预测手法 11人啦 那组队切尔西这里呢 其实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啦 阮上的这个 因为有这个糟糕的 这个伤病困扰啦 特别是这个 后防线这里啦 Tiago Silva Ris James Ben Chilval Andres Christensen 这4名球员呢 目前呢 可以算是确定缺证啦 所以我个人的这个预测呢 本场比赛 Colomb Hudson Odoin呢 这里呢 有可能呢 会首发在了 这个右边位的这个位置上 毕竟上一场呢 其实对了布莱顿的时候呢 这个切尔西的 这个右边位的这个位置 是派上Christian Pulisic啦 但是这个美国人的这个表现呢 其实是相当差哦 而且呢 Harsen Odoin呢 其实是有经验的 首发在这个 右边位的这个位置上啦 所以本场比赛 我个人认为呢 应该会看到他 首发在右边位的位置哦 左边风的位置这里呢 我觉得呢 应该就会给到 上一支碰面呢 有进取的这个Kai Harvard 那双中场呢 我个人估计 Mateo Kovacic呢 也应该会坐在板登西上哦 反而会拍上这个 Georginio呢 还有这个Angolo Kante啦 那切尔西球迷朋友们呢 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啦 你们个人的这个 预测首发11人 又是怎么样啦 那利物浦方面呢 这里呢 首发11人呢 应该不有多大的这个变化啦 而且我个人认为呢 跟上一场呢 对了这个莱斯特车的这个人选呢 应该几乎都是一样啦 但是呢 门将的这个位置呢 我们等一下还会再深入的 去聊一下这个话题哦 Alison呢 目前呢 是没有出现在这个训练的这个照片里面啦 所以呢 估计啦 Kevin Kelleher这里呢 将会取代这个巴西人呢 成为本场的这个首发门将啦 好啦那接下来呢 就来聊聊本场比赛的这个五大看点啦 第一点呢 我们就先来聊聊啦 主队切尔西的这个后防啦 坏消息呢 几乎是接二连三啦 一波未平一波右起这样子哦 首先呢 Ben Chihuahue呢 其实是宣布呢 本赛季呢 将会去动手术啦 所以呢 将会确证 应该是本赛季应该是结束了啦 因为Thomas Tuchov在这个记者会上呢 其实是有表示啦 他觉得Ben Chihuahue呢 本赛季应该不会看到他在出现哦 然后Tiago Silva这里呢 其实在几周前呢 是确定他的这个大腿拉伤啦 虽然说呢 官方表示呢 他已经回到这个训练场上哦 但是我个人认为啦 36岁的这个Tiago Silva呢 想要他马上去复出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恐怕有一点点的难哦 Andrex Christensen呢 还有这个Risk Jims呢 在上一场队的这个布莱顿的比赛当中呢 不幸啦 就受伤啦 所以本场比赛呢 已经失去了这个四名后方球员哦 Marcos Alonso呢 在这一场比赛 我个人认为是铁定首发 在这个 左边位的位置上啦 那少了Risk Jims之后呢 中位的这个短缺呢 导致这个队长 Azpilicueta呢 我个人觉得他应该呢 会去 首发在这个中位的这个位置哦 除非啦 除非说Tiago Silva真的是及时复出啦 要不然呢 就是这个Thomas Tuchel呢 冒险呢 把这个Maransar呢 放上这个首发的这个 C位哦 否则呢 我个人觉得啦 这个右边位的这个位置呢 应该还是会给到一个 其中一名边峰呢 去客串一下这个右边位的位置啦 而Column Person Alonso 我个人觉得呢 当然就是比较 比较适合了这个人选吧 那我自己呢 其实是非常期待Thomas Tuchel呢 在这一场比赛对了Liu普呢 到底会有 要怎么样的人选呢 去迎战Liu普咯 所以这一点呢 我个人是觉得呢 非常值得关注啦 虽然说呢 他们的这个后防线呢 少了几名大将啦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Thomas Tuchel的这个防守呢 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啦 所以本场呢 可以大家期待一下啦 究竟这个切尔西的这个五人后防线呢 会怎样去限制住这个Liu普的这个进攻啦 那第二点呢 我们就来聊聊啦 这几天呢 非常多报道还有消息的这个Romelu Lukaku 我相信切尔西球迷应该 不是很想听到这个消息了啦 但是呢 在这个切尔西状态起伏的时候呢 竟然说了一番话 这个Lukaku呢 竟然说 我想要回到这个易甲呢 去这个国际米兰这个怀抱之中啦 而且呢 有说自己在这个切尔西过得不开心这样子啦 那目前呢 是与这个Thomas Tuchel呢 在寻找一个战术呢 就是可以去激发这个Lukaku的这个能力啦 不过呢 据说啦 也有据说这个访谈呢 其实是早在几个月前呢 就已经完成啦 那只是呢 这些记者呢 选择在这个时候呢 切尔西低迷的这个情况下呢 发布出来啦 但是无论如何啦 我觉得呢 Lukaku这个 是一个非常不专业的这个举动啦 让很多 切尔西球迷呢 感到愤怒 我个人其实也是能理解啦 那Thomas Tuchel 其实在这个赛前记者会上 也是有去批评了Lukaku喔 说这个态度呢 其实是非常有问题啦 但是呢 其实考虑到目前这个Kai Harvest呢 应该是刚刚商业复出啦 再加上这个前线Timo Werner这里呢 其实又处于受伤状态啦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本场比赛呢 我们会不会看到Lukaku首发呢 其实可能会值得去关注啦 但是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不再用Lukaku的话 根本没有人去适合 去打这个前锋的位置喔 而且呢 Lukaku本场比赛 即使你让他首发了之后呢 他会不会送出 100%的这个努力呢 这一点呢 我觉得也是值得关注啦 那如果有切尔西球迷 在观看这个影片的话呢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啦 你们觉得Lukaku的这个举动呢 是不是非常的不专业啦 那Lukaku本场比赛呢 应不应该去首发呢 打这个利物浦啦 或者是你们如果是主教练的话 你们会怎么做 你们会冷藏这个Lukaku呢 还是因为Lukaku是一名太重要的棋子 你还是会把他放在首发啦 欢迎留言告诉我啦 那第三点呢 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红军利物浦啦 那赛前记者会上呢 Klob呢是已经确定啦 Tiago呢将会确证本场的这个比赛喔 而且上一场对了以这个 来时特车的这个赛后感啦 我们在这个直播上呢 其实也是有跟各位观众朋友呢 讨论啦 Tiago呢在本赛季呢 在这个中场上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枚棋子喔 与这个Fabinio呢 形成这个双防中的这个战术呢 不只可以维护好这个后防线啦 而且中场的这个组织能力呢 在Tiago这里来看啦 是相当重要啦 本场比赛呢少了Tiago呢 我们基本上只能仰赖三位球员啦 我自己是觉得Oxley Chamberlain 还有这个Nabi Keita这个创造能力 要不然呢就是刚刚三位复出的 这个Kurtis Jones啦 但是呢以我看啦 其实这三名球员呢 跟Tiago所能带给球队中场的 这个组织能力呢 其实是差别非常的大的喔 Chamberlain啊Nabi Keita啊 还有Kurtis Jones呢 比较像是会去冲击对方这个 进取啊这种比较进攻心一点的 这种中场啦 那球迷朋友们呢 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也可以关注啦 既然我们已经少了这个Tiago的组织能力呢 那Kurt这里呢会用什么方式呢 去布阵啦 我们这个三中场呢到底会是谁喔 所以欢迎大家利物浦球迷呢 你们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啦 本场比赛的这个首发三中场呢 你们想要看到谁啦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一下啦 那另一点呢 让利物浦球迷呢感到非常担心的 就是这个新冠病毒啦 当然啦 克洛普呢在这个赛前记者会上 除了已经宣布这个Tiago缺证之外呢 其实也有表示说啦 三名球员呢染上了这个病毒喔 而且目前正在隔离啦 但是呢Kurt呢 是不想要透露出这三名球员到底是谁啦 而且还又说呢 到时候周中你们看到 对不对周日的时候你们看到这个首发名单呢 你们就知道呢 谁是这个感染上新冠病毒的这些球员喔 但是呢 其实除此之外呢 这个俱乐部里面的一些资源啊 其实也是染上这个病毒喔 但是呢目前克洛普是说啦 利物浦这个队内呢 其实并没有什么疫情爆发的这个啦 感觉上呢 这个周日的这个比赛呢 还是可以去进行喔 而且呢 通过这个很多粉丝啊 很多球迷粉丝呢 在这个训练的照片这里来看呢 其实是看到呢 Fermino还有Alison这两名球员呢 并没有出现在里面啦 所以不少球迷其实已经估计了啦 感觉上呢 染上这个病毒的其中两位球员呢 就是这个Fermino还有这个Alison Becker啦 那对于利物浦来说呢 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打击是非常非常的大啦 因为Alison呢 大家都知道啦 都是我们 就是我们的这个首发门将嘛 那Fermino没有在的话呢 再加上现在前线球员呢 Minamino啊 还有这个Origi呢 目前都是处于受伤状态喔 所以呢 如果少了Fermino的话 本场比赛基本上啦 除了这个Sala Mane 还有这个Jota以外呢 我们并没有 我们完全没有任何这个 前线替补球员喔 搞不好呢 我们在这个周日的比赛里面呢 我们就会看到这种小将Kate Gordon啊 去坐在替补席上 随时待命啦 要不然呢 就是这个Neko Williams啊 或者是这个Oxed Chamberlain呢 有可能呢 会被摆去打这个边风啊 甚至是为9号的这个位置喔 那对于六普球迷来说呢 这个呢 肯定不是什么好消息啦 然而呢 这场比赛呢 到底有没有可能延期啦 我们就要来讲讲我们的这个第五点啦 那切尔西呢 还有这个六普呢 两队呢 都有这个球员感染上病毒喔 而且呢 Thomas Tuchel呢 其实在这个记者会上也不断的说啦 目前切尔西被这个伤病的这个影响呢 是非常非常的大啦 Corp这里其实也有说到啦 目前呢 只有三名球员呢 感染上这个病毒喔 明天呢 会不会增加呢 完全没有人知道啦 不过在我看来呢 目前两队呢 其实都是有能力呢 足够的这个球员啦 去凑足这个首发食用人 还有三名替补喔 那自己呢 我自己是看不到这场比赛被延期啦 但是呢 要是 今天其中一支球队呢 有这个疫情大爆发啊 或者是 这个 确诊人数啊 急速上升的话呢 这场比赛呢 就很有可能被延期啦 但是目前呢 以这些 各大媒体的这个消息来看呢 本场比赛应该是不会得到延期啦 所以我觉得球迷们呢 可以好好期待这场比赛啦 周日呢 我们大家应该还是可以看这场比赛啦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个人对于本场比赛的这个赛前看点啦 那大家呢 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啦 你们个人的这个预测比分呢 到底是多少啦 你们觉得利物浦呢 能不能在这个课场呢 打败这支切尔而西哦 请取下这个三分呢 继续在我们的这个争贯之路上面前进啦 好啦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欢迎点赞 留言 加 分享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啦 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啦 那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